这时候呢,就会填充一个砂零 一个剖面线的一个面积 那这个部分的话就完成 完成之后呢,我们再用什么呢? 环形阵列 环形阵列把这个区域把它选取起来 这个区域选取起来 选取之后按Enter 那中心点的话一样就是 透过我们刚刚的这种方式 把中心点找到 就是这一点跟这个中点 这两点呢,就会形成一个什么呢? 下面也可以的 形成一个中点,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布满角度六个 按确定 这样的话就完成 再来呢,我们再画一个湖 湖的话,因为我知道起点跟中点还有半径 所以湖起点、中点还有一个所谓的半径 所以选这一个 起点、中点、半径 选这个起中半 好,选好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就点它一下 然后我们就起点在这里 中点在这里 因为记得是逆时针的嘛 那半径呢,因为我是要长虎 所以要负的 所以负的25 Enter,这样就好了 那其他也是一样嘛 我们就用那个环形阵列 选物件就选它 按空白键 中心点呢,一样选这个的中心点 好,那这个中心点的部分的话呢 其实不用去选它,为什么?因为刚刚已经指定好 中心点已经旧的还在,就不用再去选了 好,一样的中心点 布满角度是6个,所以按确定就可以了 好,确定之后 好,物件还没选 好了 好,完毕之后的话 接下来就是圆角 这边有一个圆角 所以我们用圆角 然后记得 R半径是多少呢 5 Enter M 多重 因为我要好几个 6个嘛 Enter 直接就可以开始 点这两个 点这两个 你会发现点这两个 这样子它就可以很快的帮我们把这个圆 这个两个线段变成一个圆角 变成一个圆角 那最后呢 再做一点标示就完成这一题了 好,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好